中共病毒变异株GN.1正在全球快速蔓延 12月19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GN.1变种归类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 美国疾控管理与预防中心本月稍早表示 截至12月8日 GN.1变种约占美国病例15%到29% GN.1现在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一个比较迅猛的一个增长 它现在已经逐渐的取代了其他的之前的几个变异株 专家分析 中共称GN.1在度过广泛传播 不排除成为中国优势流行株 有甩锅外国致嫌 中国本身自己的卫健委 还有这个中国的联法联空中心 他们在11月份不得不承认的这个新冠的疫情 只是他们说你要预防新冠疫情 但是又不承认这个新冠疫情在中国流行的程度 那么现在呢 国外正好有这个病毒株在抬头 那就以这个作为借口 可是国外就算是这个GN.1在抬头 但是也没有出现像中国国内的这个大面积的很多城市的出现 医院医疗挤兑以及很多感染的人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 甚至出现白肺等这种情况 东南亚国家近日疫情升温 新加坡已恢复每日公布确诊数字 马来西亚卫生部19日发文 确诊者必须从出现症状的第一天起 自行居家隔离5天 同时鼓励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戴上口罩 另外 印尼卫生部表示 预计圣诞节与新年过后 仍会延续新增案例上升趋势 并强烈建议患者应自我隔离 大纪院报道 从今年10月到现在 中国大陆至少有17名高校党委书记 校长 副校长病亡 其中包括3名院士 至少14人为中共党员 在中共病毒肆虐下 中国再度传出非洲猪瘟疫情四起 并迅速蔓延多省份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截至建议积极应对 但中共官方迄今未通报非洲猪瘟确诊病例 据业内讯息显示 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非洲猪瘟新型变异株 病症轻 更难发现和预防